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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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Algy 要食得健康 記得少吃點煎炸的食物 用蒸煮的方法 既健康 又可以保持著食物的鮮味 所以我今天會教大家 煮一個蒜蓉蒸三文魚腩 先用油 然後爆香蒜蓉 炒至金黃色和聞到蒜蓉的香味 就可以拌起 把鹽放在三文魚上 然後放兩片薑 然後加上剛才煮過的蒜蓉 鋪在表面 然後隔水蒸八分鐘就可以了 條魚蒸好之後 加入蔥和豉油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三文魚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能夠降低血脂和膽固醇 裡面的OMG3 更是腦部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 每逢轉季 家人都會有幾聲咳 所以今天我會用川貝百合 教大家做一個清潤的糖水 首先把蘋果剪掉皮 之後去畫 然後一開四 如果不想蘋果氧化 可以先放在鹽水裡浸一浸 好了 準備好材料之後 就可以將它放入煮好的水裡 然後加入川貝 雪耳 八盒 和冰糖 一起煮 大概煮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川貝有清熱潤肺化痰止咳的作用 對於肺虛 乾咳也有療效 剛才兩道菜是不是都很容易煮呢 讓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蒸魚要等水滾之後才放下去 然後再蒸八分鐘 如果大條一點 有一斤的話 就要12至15分鐘 今晚大家回去嘗嘗吧